大新的主席在听取赖宗强律师进行的专案报告之后呢 表示感谢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宗强律师的演讲 诚如赖律师的演讲 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渗透以及各种的借选作为 大家都非常清楚 而赖律师将反渗透法比作民主体制的防毒软体 这是相当精准而且浅显易懂 事实上除了台湾之外 许多民主国家也面临相同的挑战 这些国家也都先后制定了相关的法令来因应 台湾过去八年在民进党政府的执政下 制定了许多的相关法律 包括反渗透法 也包括国安无法来防堵中国的分化以及破坏 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民主与自由 今天赖律师的演讲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未来应该进一步思考 研议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继续强化我们的民主防卫机制 赖清德主席也表示 推动两岸健康有序交流的同时 也要强化台湾的韧性 这样才能维护台湾的主权以及民主自由 国台办一出声 国民党就要修改反渗透法和国安相关法令的主张 不只会伤害台湾 更会对区域的稳定以及和平产生影响 赖清德主席还说 此外对于两岸关系 我要再度重申 承诺不变 善意不变 并且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之下 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 在现阶段 希望两岸之间可以理解 谅解 并且尊重各自的立场 也要重视 珍惜彼此的善意 由两岸执政党负责任的展开良性对话